山西的吃货 堕的太太 从西岸出发 围着山西 砖上一圈 东腹的 西腹的 山南的 山北的 各有各的酱酒 各有各的味道 要像爹的聊 吃的颤 山西吃货 一定得看 山西吃货 爹边山西 开吃 大家好 我是津津吃的精 饿死老臭 别抵杂 今天我们来到了汉中的缅县 这里距离西安是300多公里 开吃也仅仅需要三个半小时就可以到 这个面县是一个文化历寺故城 所以很多的吃货在这里边都有 而且有一定的历寺 而且还有一定的食材 有历史 有故事 有背景 有文化 所以这里的美食也相当的有韵味 那我们陕西吃货 就带着大家一起来评缅县的美食 缅县的美食与闪南美食的渊源极大 这里的大街小巷仍然是米面皮和菜豆腐 占着绝对的优势 如果有人要问美食是什么 美食在哪里 现实的答案就是这样的 美食就在我们身边 美食就是你眼见的 这哪怕是很不起眼的摊点上 这些普通的吃货 在火苗的生腾里 在蒸汽的扩散中 在一瓢看似平常的水里 在一口极其平凡的锅里 因为对于吃货们来说 美食在民间 缅县是闪南的缅县 但缅县又的确是个性十足的缅县的缅县 在这里虽然热面皮依旧 菜豆腐依旧 但缅县自有缅县的特色 缅县自有缅县的吃货 而且这些吃货堪称山中珍宝 水中极品 我们先来说说这山中珍宝吧 缅县山中产竹 而且这山中竹林当中 有一种动物叫做竹鼠 当地人称竹六 这动物不大 长鱼一尺 但飙肥肉嫩 当地人自古就把它视作美味 而且美其名曰 天上斑鸠 地下养殖竹鼠 不仅使不少农户 找到了致富的路子 也让这美味的竹鼠 开始上了人们的餐桌 在缅县的巨仙楼 厨师长李小勇 就要用竹六 做一道缅县美食中的拿手菜 名字叫做定君留针 这道菜的核心做法 叫做红扒 但制作中却先要炖制 看看 一般制作肉类食材的调料 几乎都有了 就这样 整只的竹六 被放到这样的桃盆当中 调味料也一块加入 然后就是加满高汤 就可以上火去炖了 炖上一个小时之后 等到外皮红黄就可以装盆 装盆时仍要保持竹六的形状 这也就是在开始制作的时候 保留竹六型完整的原因所在了 今天来到了面线 咱又开了丁君散 这就是丁君散的一个主柳 主柳 俗名叶椒主树 它就是持这个柱子长大的 所以说这个东西也算是在这个面线的一个配战 那既然我们来到面线当然也要尝一下了 吃起来这口感是特别筋的 然后软软的 软软烂烂的 所以说这是一道山南南的一个美食 在面线 如果说竹六是山中珍宝 那作为另一道美食 就应当是水中的极品了 这水中的极品说的就是娃娃鱼 娃娃鱼学名叫做大泥 是世界上现存最大的 也是最珍贵的两栖动物 因为它的叫声像婴儿的哭声 所以人们叫它娃娃鱼 目前野生的娃娃鱼 属于国家二类保护的水生野生动物 但同时作为抢救性和实用性的养殖 又是国家提倡的农业产业化和特色农业 重点开发品种 汉中市全国开展最早 目前养殖规模也最大的娃娃鱼养殖区域 2010年 汉中市获得农业部授予的中国大泥之乡的称号 可见汉中地区在娃娃鱼的人工养殖方面取得的娇人成绩 娃娃鱼人工养殖的成功 也就使得这一水中极品作为餐桌美味成为可能 根据野生动物保护条例的规定 第三代第四代人工繁育的娃娃鱼就可以出售 所以在汉中娃娃鱼作为一道美味是水到渠成的事 李小勇师傅就要用这条娃娃鱼做一道免现的特色菜 汉莲豆花大泥 制作过程中李师傅要把这娃娃鱼去皮切成薄片 切片之后放入葱姜料酒以及各样的调味料 再加上蛋清抓匀腌制 最后裹上淀粉到锅里汆水 由于肉片很薄 两三分钟的时间肉片就熟了 然后就可以捞出来 再把豆花加高汤烧热 让鱼片和豆花汤的味道相互融合 然后再盛到蒸碗当中 为了给菜品增色 李师傅在蒸碗中放上了提前用蛋清做好的汉莲花 再把蒸碗放到蒸香当中 两到三分钟之后 这道美味的汉莲豆花大泥就可以上桌了 这就是咱的山南的有一个特色吃花 叫个大泥 其实呢说通俗一点就是娃娃鱼 哎对了今天咱这个利大厨 你给咱用咱用咱山南的豆花 豆花给咱揍了一个大泥 看起来这个颜色是比较清淡的 所以说你看这个菜就营养搭配呀 方方便便呀看着就比较 没有一个正条颗的 我摸撒的也很 也很红色 哎对对对 所以这个安威伤很搞样 而且也很精致 也很精致 那差不多说尝一下啊 我觉得这个尝的时候一定要用勺子 莲汤带豆花在这个鱼肉一块尝 管其情看其磁片其微 哎这是央央底的味道 营养都不成啊 吃起来是比较的清淡 主要突出了一个字就是鲜字 味道不能皱 豆花滑 主要在哪里 Ay